第十集 我努力回忆着 从脑子里翻来覆去思考 但是想不起来 只记得这情景我应该刚看都不久 而且与这种相似的感觉一起来的 还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 显然我记忆中的印象 和这里仍然有少许的不同 对于我和闷牛平 面对湖水的那种不对劲的感觉 胖子没心没胃 他直接脱的纸上去 裤衩就在水里游泳了 阿贵让他小心点 山里的湖都不吉利 不要太折腾 胖子什么场面没见过 朝阿贵泼水让他闭嘴 回到岸上 我们脱掉了湿掉的鞋子和裤子 胖子帮阿贵搭起了雨棚 阿贵去砍柴 云彩帮忙烧饭 我喝着水 这才想起这山市在哪里见过 这山的形状和感觉 竟然和我们在村子边上 西边细水的时候看到的山景 非常的相似 山的线条 走势都如出一辙 只不过当时我们是在西建里 现在我们是在湖泊里 所以这水里的倒影和山的样子 一下让我吃了一惊 只不过这里的山上树木茂密 而在寨子边上 树木都被砍伐过了 所以才有少许的异样 我闭目养神的时候 仔细观察过西建四周的风景 闷牛平别看心不在焉哪 一切他肯定也看在眼里 胖子的注意力 在当时那些小姑娘身上 难怪不察觉 这还真是有趣啊 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功啊 不知是纯粹的巧合 还是因为什么地质原因造成的 好像有一种风水地势就是这样 这种地形叫做榆林坳 所有的山好像榆林一样 一层一层的 山势都十分的相像 这种风水不适合藏人 因为据说榆林下是藏污纳垢的地方 从地理上说 榆林状的山特别容易水土流失 也是积水特别严重的地形 我们在山口看到的古坟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如果在榆林坳里有一泉湖 那就完全不同了 那叫鱼来自得水 水在鱼林里 出水而不亡 那这就不是鱼了 而是一条未化的小龙 如果有早亡的年轻人应该葬在这里 如此说来 这里有个古墓的可能性真的很大 可惜我不知道这种山势的炼葬细节 在我看来四周的山上都不是很适合藏人 云彩他们搭完窝棚 开始收集一边的柴火 我和胖子们牛屏不需要帮忙 开始环湖搜索 大概观察四周的环境 湖泊只剩下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一下就走完了 我走在岸边看着湖内 感觉湖底似乎也全都是石头 而且湖底的落差很大 稍微浅一点的地方 都能看见水底 再往下 湖底就迅速的引入了黑暗 看来水下可能极深 湖滩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 如盘马所说 大小差别很大 让我在意的是 湖滩非常的干净 什么杂物都没有 也许是被连日大雨冲进湖里了 我对于极深的湖泊 总是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俗话说呀 潜水不藏龙啊 水深必有怪 水一深代表湖的荣大范围 没有我们从湖面上看到的那么小啊 就有可能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在里面 世界上很多有水怪的大湖 湖面不大 但都极其的深 即使没有什么古怪 水极深的地方 也容易有一些大鱼 有些大水库 清库底的时候 就会发现一些长得无比巨大的鱼 绕了一圈 没有看到明显的尸骨痕迹 不过湖滩 大部分石头都很细碎 四十多年来 这里水位不断的变化 山石不断的滚落 那些尸骨也许被压在了石头的下面 我们判断着当时的过程 按照一般的情况 考古队应该和我们一样 扎在湖的南面 另一面是山 会有落石和泥石流的威胁 那么我们要搜索的区域 应该是湖的南面 这是个大工程啊 还好带了几只狗 不过也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尸体被水泡了这么多年 肯定白骨化了 和石头不见得有什么区别 吃过中饭 阿贵去四周转转 看看有什么东西好打 我们开始化区域寻找 云彩给我们洗汗臭的衣服 湖边的区域很大 我和胖子温油瓶三个人 每人以打块地方开始的行动 我们要做的就是徒手把石头一块一块的搬开 这里石头的情况 应该是离岸最近的不停的往湖中心滚落 但是这里的水位是逐渐下降的 而且石头累积本身就有防雨水冲刷的作用 雨水会侵入石滩下层汇聚成地下水 而不会在石滩上形成水流 都将燕的一部分就是这种原理 湖底的坡度很陡 当年盘马不可能走入湖中太深 那么抛尸的地方肯定离湖岸很近 而且水位下降了很多 尸骨不会在湖里 而是在岸上 胖子说 尸体丢下去后 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捆杂 会先变成浮水石 然后沉底被鱼虾吞食 骨头应该是散的 脑袋在这里 屁股可能就在一百米外 这么找肯定找不到 而且如果尸体没有被抛入很深的地方 那么也有可能被动物拖上岸分石 我说呀 无论怎么说 不太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不剩下 毛主席就说过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的二字 咱们呢先找找 真找不到再来分析原因 于是三个人就这么一直翻到了西洋西下 仍然没有结果 几只猎狗在湖边嬉戏 完全不理会我们 也不想帮忙 湖边的太阳很毒啊 晒了一天 我的天灵盖都火辣辣的疼 阿贵的枪在林子里响了两声 带回来一只野鸡 很快烤鸡的香味就让我们按耐不住了 胖子不禁有些沮丧 我们休息的时候靠到一起抽烟 胖子就说看来够香了 你还是看看这里什么地方可以有肥斗比较保险 死人呢可能找不着了 我知道他惦记着他的古墓说呢 安抚他说反正啊要待好几天呢 慢慢来吧 真要找不到死人 我就替他去找那肥斗 难得我心中没有多少的急躁 喝了点米酒 我们围在湖边的篝火旁休息 既是湖边又是山中 凉爽的要命 云仔也换了衣服 穿了轻薄的T恤 洗了头 感觉和城市里的女孩很像了 吃了饭 他还跳舞给我们看 瑶族的舞蹈有很多转圈和后踢小腿的动作 瑶族姑娘的小腿呀 又特别的好看 胖子看得瞎巴都掉下来了 一定要去学 但是他完全像跳大神一样 我笑得人仰马翻 太久没有笑得这么舒畅了 我最后啊都笑不动了 但是转眼看得闷牛瓶 却见他靠在石头上 一点放松的表情都没有 乍一看都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我心说到这里来找他的过去 也不知是不是一个错误 就目前收集到的线索来看 显然策略上我们是来对了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一路过来是轻松的 但对他来说 遇到的东西 无一不是在敲击他过去的新门 让他轻松起来 真的很难啊 这人又是典型的自我放逐型的人格 心在桃园外 物自笑春风 谁也进不了他心里 想想 有些不忍 我拿了一块小石头丢他 哎 我说 别琢磨了 告诉你 我有经验 怎么琢磨都没用 咱们呢 现在做的就是拼图 在所有的碎片找得差不多之前 少琢磨一些 说着 我就递给他米酒 闷油瓶默默的结果 放到一边 我有点多了 叹了口气 哎呀 你就不能喝一口吗 他摇了摇头 看向一边的黑暗 我知道把注意力 转回到胖子身上 胖子 正出脑筋脊软弯 给我们猜呢 问云彩 什么战斗 是杀敌一百 自损三千 我怕胖子出黄色笑话 给小姑娘猜 小姑娘很纯呢 这种东西 感觉说出来都是污染 就喝了他一下 胖子说放心吧 这个脑筋脊软弯啊 绝对正经 阿贵也喝多了 根根的直傻笑 猜来猜去都不对 最后答案公布 原来是屁胡和十三腰的战斗 打麻将放炮 赢下加一百 但是输给重炮三十番 姚债里不行这个 云彩根本就听不懂 我骂他 说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有没有乡土气息一点的脑筋机转弯啊 胖子说 有 就问我们 再猜 什么战斗是杀敌一个 自损三千的 云彩立即举手 骂风 臭丫头 你存心刺激我 是不是 我们大笑 我说呀 那肯定是骑兵和坦克的战斗 胖子说 如果是骑兵和坦克 自损一半都杀不了一个呀 接着我们又猜 有猜打扑克的 有猜蚂蚁的 有猜吃爆鱼的 胖子都说不对 得意洋洋 好像在凌辱我们的智商一样 我就怒了 说你他妈的说的 那是什么战斗网啊 如果牵强我就揍你 胖子说 哎呀 这个太容易了 哎 胖爷 我真是天赋一灵 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 怎么都有差距 我告诉你 你听好了 杀敌一个 自损三千 是香蕉和大象的战斗 我听了大怒 说你 说你他妈胡说什么呀 啊 香蕉和大象的战斗 这什么玩意呢 你倒说说香蕉和大象打 怎么可能杀敌一个 自损三千呢 哎 大象被撑死了呗 我们一下笑成一团 云仔都笑得无法呼吸了 但是笑了几声 我们就慢慢收敛了下来 因为我看到闷牛瓶 在我们人仰马翻的时候 默默地站了起来 往湖的方向走去 然后远远地 坐在篝火勉强能照到的地方 云仔的眼神里 有一丝惶恐 他看了看我们 哎呀 他是不是嫌我们太吵了 胖子叹了口气 吸了一口黄颜叶 哎呀 没事 别理他 他是去拉屎去了 我看着闷牛瓶 刚想站起来 云彩却抢先地 朝他走了过去 云彩坐在闷牛瓶的身边 远远的 也不知道 有没有和他说上话 胖子直直地看着 我就调侃他 我说胖子 你失恋了啊 节哀顺变啊 那 你不也一样吗 以你妈个头 我可没你那么变态 我对小女孩没兴趣 我 我相信小哥 绝对是够义气的人 说着胖子 把酒递给我 自己也起来放尿 很快 后面传来长篇大尿的水声 源源不断 也不知道他憋了多久了 我不禁玩耳 笑得也累得 静起来 看着远处月光下的湖面 忽然 感觉来这里 也许是一种缘分吧 独看这里 湖光山色 谁能想到 当年发生了 那么诡异的事 又看我们笑声豪卖 谁又知道 其实我们 背负了这么多的东西 世界上的一切 都很简单 而人 似乎是最复杂的 这种复杂 又是他们抗拒 却又逃避不了的 庸人自扰 都是庸人自扰啊 我闭上了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想自己 以前的那种心境 又想想 现在的这种心境 觉得以前那个 在那么多迷中 到处碰壁的形象 真的有点可笑 胖子放完水 哆嗦着走了回来 看云在 还在那边 就奇怪 我说 那丫头 还没碰一鼻子灰灰的 毅力可加呀 别说 也许小哥呀 正喜欢这种类型的呢 他们现在 都在交换定情信物了 那不成 他们离我们这么远 万一有个妖怪什么的 从湖里边出来 把他们给拖了去 我都不好救啊 我去保护他们一下 说着 胖子就要过去 我拉住他 说不要打扰了 温游平啊 现在可能已经很烦了 他现在肯定满脑子都是问题 这种时候 我也经历过 让他一个人待着比较好 你仔细听听 云彩 也没有说话 说不定 只是陪着他看天呢 胖子坐下来 仔细听了听 却听到一边 云彩 正在唱歌呢 我和胖子都惊了起来 微弱的湖风 带来了清灵的歌声 是瑶族的歌曲 唱得很清 但是很清晰 再也没有人说话了 我心说 云彩这丫头真不错呀 于是坐起来 看着天上的繁星 听了下去 天上 波云飘过 我的心境 很快如湖水一般平静 慢慢地 在空灵的歌声中 我进入了恍惚的状态 迷迷糊糊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歌声就停了 一下我心境 动荡了一下 睁开了眼睛 一边的门牛瓶 已经站了起来 看着湖面 一边无聊地 趴着的几只狗 也都抬起了头 看着相同的方向 胖子还在闭目养人 阿贵也感觉到了异样 我拍醒了胖子 就听到 风从湖面的方向 带来啪哒啪哒的声音 好像有好几只 脚掌很大的腿 正在湖泊的浅滩上 往岸上走来 狗全都站了起来 警惕地盯着那个方向 这些猎狗训练有素 没有一只发出废叫 胖子和我对视了一眼 我朝他呲了呲牙 他指了指一边的手电 让我递给他 阿贵却一边让我们安静地坐下 一边摆手让我们别紧张 他轻声地说 没事 好像是野兽在舔水 胖子轻声地问 啊 什么野兽啊 听动静 个头挺大呀 阿贵拿起了猎枪 让我们待着别动 赤脚往黑暗中就摸了去 云彩跟在后面 胖子一看要打猎了 立即按耐不住了 给我们打了个眼色 我也想去看看 于是隔了几米 偷偷地尾随过去 走到闷游瓶的边上 依稀看到一些湖面的情况 我们寻找想象中的野兽 但是没找到 可能这只野兽 只是喝水的动静大 个头不大 我们用手电扫车 寻着声音寻找 找着找着 却发现这种声音 来自四面八方 而且有节奏 不像是动物发出来的 第十一集 走到闷游瓶的边上 依稀看到一些湖面的情况 我们寻找想象中的野兽 但是没找到 可能这只野兽 只是喝水的动静大 个头不大 我们用手电扫车 寻着声音寻找 找着找着 却发现这种声音 来自四面八方 而且有节奏 不像是动物发出来的 胖子自言自语 不是野兽 这是什么声音呢 闷游瓶说了一句 潮声 我们面面相聚 这么小的湖 会有潮水 难道今天的月亮特别大吗 抬头看了看 月亮根本就看不清楚 阿贵放下墙 我们朝湖边走去 走到吃水县附近 果然湖水在有节奏地波动着 像海浪拍打沙滩一样 不过幅度不大 那动物填水的声音 是水撞击石头发出来的 我看着脚下的石滩 发现水位下降了 脚下都是湿的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吹牛打屁 加上云彩唱歌的时间 这湖泊的水位就在不停地下降 从石县开始一直走到水边 我发现起码有十几步 水位降得很厉害 胖子搭手眺望 怎么回事啊 难道湖底漏了吗 我对地理很熟悉 知道这是一种地理现象 就对他说 这大概是红锡效应 红锡什么呀 红锡二锅头啊 我抬头看了看天 忽然就意识到了什么 这湖啊 看来确实和地下河相连 附近可能还有一个更巨大的湖 与之相连 被潮汐或者气压影响 这里的湖受到连动 比如说小湖和大湖都是磁铁 而假设红锡效应 是月亮引力引起的 那么月亮也是大磁铁 肯定大湖受到的吸引力大 于是大小湖就产生了压力差了 小湖中的水会被抽到大湖中去 小湖的水位就会降低 难怪我们找不到一点尸体的痕迹啊 如果这里存在着红锡效应 那么每天晚上有红锡巢 当年的尸体可能会被红锡巢 吸到湖的中心去 说到红锡巢 就好像抽水马桶的原理一样 不光是尸体 所有在湖里的东西 都会被抽到湖的中心去 难怪我感觉湖边上除了石头 一点东西都没有 这湖的湖底落差很大 非常的陡峭 只要往下滑落 就不会在涨潮的时候被推回来 如果当时没有用石头压住 那么肯定留在湖中心最深的地方了 想到这里 我不由得有些沮丧 不知道这湖有多深呢 我没有带水费啊 如果湖水太深 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无功而返呢 不过再一想又振奋起来 徒手潜水的人能潜到一百多米深的地方 虽然我们没有那种专业技能 但是潜个二三十米也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湖水没有深的离谱 我们还是可以下水去找找的 就是需要水性好的人 来这里一次不容易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得试一试 游到湖中间都没什么难度 想着我就问他们 哎我说 你们憋气都能憋多久啊 我们几个钟啊 胖子们油瓶和我都有点水性 阿贵能游泳 但是他们一般在西建中 没有长时间采水的习惯 所以恐怕帮助不大 云彩都是水性很好 可是没有泳衣啊 我们总不能让他穿着小背心 帮我潜水吧 那胖子恐怕就没心思干事了 要说憋气时间 还真没个准 胖子说他肺大 能憋五分钟 我说不可能 你体积那么大 潜到水下受到的压力 比我们大得多 一般能憋到三分钟的人 已经是神仙了 千万别逞能啊 这玩意儿不是开玩笑的 胖子说 他倒不是很担心这个 咱们下去啊 肯定会在浅的地方先试试水 问题是我们没脚谱 往下潜水很慢 可能啊 没到底儿就没气了 我点了点头 其实自由身前也不是完全的徒手 也是有相关的装备和保护措施的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心理素质 我在西沙的时候 听那几个潜水员和我们说过 深水潜水 最关键的 恰恰是心理素质 所有的深水潜水 特别是自由身前的潜水员 都会做瑜伽的入定训练 在水深的地方四周一片漆黑 犹如深在一片虚无之中 这时候人呢会不自觉的恐慌 在水下一恐慌就没法定神了 很容易出事情 有水费的时候 耗氧量也会大幅增加 如果没有水费 就可能直接心理窒息了 可惜西沙的那片区域 海水都太浅 而且水太清 我没有体验到那种感觉 也不知道实际碰到会是如何 不过自由潜水 对于装备并不苛刻 我们可以找一些替代品 比如说胖子提出的问题 我们只要用石头 加速我们下降就可以了 这里的湖 原先可能很深 但是这些年水位下降 不可能还有一百多米吧 我看五十米深 已经是极限了 当然在潜水之前 我们也得先探一下 我们详细讨论了一些细节 三个人都很兴奋 第二天 我们起得很早 趁着太阳没出来 我们还是继续在岸边 进行最后一次搜索 确定自己昨天的印象 湖四周 有一层薄雾 但是直到湖的外延为止 云彩他们都习惯了早起 早早的就烧好了早饭 那是很薄的西周 胖子一个人能喝十碗 不过云彩烧的 他怎么也不会说不好喝 吃完之后 胖子也来帮忙搜索 这一次带了狗 胖子逗那些狗 说找骨头 找骨头 找到骨头啊 给你们配母狗 狗却自顾自地 到湖边喝水吸吸 完全不理会他 等到日头出来 我已经转了一圈了 确定是不太可能找到了 我和他们合计 确定得下水了 时间定得下午 水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 于是按照昨天计划的 开始收集和准备很长的绳子 一个小伏法 几块重量合适的石头 阿贵和云彩 帮我们编草成 不需要太结实 只要能用来测量深度就行了 但是要尽量的长 胖子拿着镰刀割了不少草 然后铺开来晒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草 都适合编 一大半都不能用 我和闷牛瓶用编好的绳子 扎了两只八仙桌大小的小扶牌 然后找等同大腿大小的石头 绑上草绳做压藏物 草绳编了三截 只有十多米 两个人一上午能有这样的成就 就很了不起了 因为没有经过很好的加工处理 很粗糙 但是我也不管了 反正没指望能用上几个月 能撑住几个小时就行了 另外把胖子的尼龙包裁掉 把里面的尼龙线 扯出来盘了个线圈 上面绑上小石头 当成小毛 用来探测深度 准备妥当之后 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堆在小幅牌上 然后脱得只剩下裤衩 缓缓地走入湖中 闷牛瓶的内裤是胖子买的 上面有两只小鸡 把云彩削的差点晕过去 此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左右了 湖水的表面还是冰凉 肯定与活水相连 要是没有太阳 这么大的温差 说不定我们下水还会抽筋呢 一路踩水 很快脚下的水的颜色就变深了 这有点让人心虚 看不到底的地方 总让人感觉不安全 不过经历了大风大浪 那种感觉一闪而过 湖也不大 我们很快就踩水到了 湖的中心的位置 湖风非常的凉爽 鼠疫全消 在湖的中心 踩水需要更用力 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 胖子用手抹了一把脸 我说天真无邪传长 先干什么呀 先测水身 胖子拿起 系着小石头的尼龙丝 往水里丢去 石头拉着丝线往下不停地沉 丝线圈在胖子手里不停地转动 很快 只剩下线能看到石头沉入了黑暗之中 等了一分多钟 线圈才停止转动 胖子把线头拉断 把线一点一点拉上来 一边数核呢 一边数绕的圈树最后确定水深有三十三米多 我吸了口凉气呀 虽然和我估计的差不多 但是真听到 还是有点觉得可怕呀 并且 这也不一定是最深的地方 这种石头湖 最深的地方 不一定在湖的正中央 哎呀我说 三十三米 大副 咱们的前十多层楼那么深呢 我靠 咱们的 一听到三十米 立马就给我降关阶了 我一边骂着 一边硬撑着 十层楼一般般 他娘的怕个鬼呀 说着 我就和闷牛瓶 用泥塞住耳朵 先浅浅的 浅了几下适应水温 让胖子 暂时先在上面看着 他胖 不那么好浅 我们争取一次搞定 就不用他了 说着 用绑着大石头的草绳 系在腰上 拿好镰刀 装在塑料袋里的手电 我就和闷牛瓶 打了个眼色 我们深深地吸入一口气 在气到极限的时候 一下把石头 从木筏上推入水里 石头缓缓地沉下 带动着我们 直接往水里沉去 在苏丹 出轨的酋长夫人 就是这么被处死的 我抬头看着水面 没有潜水镜 所有的情形 都是迷蒙的 模模糊糊 能看到胖子的下半身 和木筏的影子 还能看到太阳 在水面上的光晕 但是这些情景 很快就远去了 一下四周 便进入了绝对的寂静 再往下看 下面是一片漆黑的深渊 只能看到闷牛瓶的手电 它头朝下 灵活地像一只水蝙蝠 这种情形 不会持续太久的 我告诉自己 随着四周光线的 急剧下降 同时出现的是 巨大的水压 我的耳膜和胸口 开始非常的难受 使得我不能 不得不吐出肺里的空气 很快 我的手电 照到了水下的清醒 那是轻蒙蒙的一片石头 逐渐朝我靠近 随着我的下沉 水底也越来越清晰了 我发现水下的石头 有深有浅 显然并不平坦 而是一处斜坡 也就几乎在这个时候 我有点锁不住气了 看了看表 才下水不到三十秒 我开始感觉一股压力 直冲我的鼻子 很想很想吸气 另一边闷牛瓶 还在不断地下潜 我抬头看了看头顶 天哪 头顶一片模糊 只在很远处有一点光韵 你可以想象 你在一个漆黑一片 并有三十多米高的大礼堂里 抬头看顽口大小的天窗的感觉 不由的恐惧 顿声就乱了手脚了 感觉没法坚持了 于是拔出腰里的镰刀 想割断拉住我的草绳 没想到的是 进了水的草绳很韧 我割了两刀 草绳只断了一半 另一半怎么也割不断了 我一下子就慌了 条件反射下告诉自己 深呼吸镇定 结果一呼吸 一口水就直抢进肺里 我整个人咳嗽地曲了起来 好不容易 把肺里的水给憋住了 从绳子的一头 传来了一阵震动 石头已经落到底了 我努力稳住自己 朝下望去 水底果然是一大片 单调的陡峭的石滩 和岸上的石滩一样 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 不过这些石头 经年累月泡在水里 上面覆盖着一层水泥 让我感觉异样的是 这些石头完全是干净的 不像我以前看到的水底 石头上都会长一些 藻类和螺丝 石滩很透鞘 我的负重石 卡在石滩的几块石头里 没有往陡坡下滑 但是石滩下面一片幽深 好像还有的浅呢 我不知道现在的深度是多少米 另一边闷油瓶下潜的地方 肯定比我深的多 因为我已经看到 它的手电光沉了下去 好比黑夜中一个模糊的信号弹 我肺里的气已经吐光了 人也开始往水底沉去 很快就趴在了水底 这时反而感觉自己还能憋上一段时间 刚才的紧迫感 可能是水压压住我的胸口导致的 我撑了一下 把我的负重石 从卡住的地方搬了起来 往斜坡下方丢去 负重石头滑了下去 再次带动我下潜 又滚下去 有七八米 石滩的坡度变缓 石头又停住了 我抓住绳子 再次沉下去 还想搬起石头 这时候我忽然发现 我斜坡下方深邃的青灰色的水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而模糊的影子 好像一只鳄鱼的脑袋 水下的视线十分的模糊 我只能看清楚大概 不由的吓了一跳 心说这种狐狸都会有水怪吗 手电照下去 却看到那样子 其实是一间样式 古老的木楼 垮塌在我脚下的深沟里 只有一个大盖的架子 上面 附满了棉絮一样的沉积物 我拽着绳子 稳定住自己的姿势 靠近的木楼 再转动手电 看到这种木楼 还不止一间 下面还有不少交错的黑影 甚至还有破败的瓦房 顺着这深沟的坡度望下去 石剑 篱笆 什么都有 所有的这些都静静的沉在湖水之中 天哪 我惊呆了 我看到的竟然是一座瑶族的古斋 幽深青色的湖底 给我很多的想象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会在湖底看到这些东西 这些木楼被沉积物完全的覆盖 很像沉船的一部分 在这种光线下 我无法仔细的观察 但还是能肯定 我眼前应该是一座沉在湖底的瑶族古寨 更深处的坡下 一片的黑暗 下面黑影床床 肯定还有东西 我猜测 都是这种高角的木楼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湖底会有这些呢 难道这里发生过大面积的山洪 导致山体崩塌 把原本是村庄的地方给淹没了吗 第十二集 这些木楼被沉积物完全的覆盖 很像沉船的一部分 在这种光线下 我无法仔细的观察 但还是能肯定 我眼前应该是一座沉在湖底的瑶族古寨 更深处的坡下 一片的黑暗 下面黑影床床 肯定还有东西 我猜测 都是这种高角的木楼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湖底会有这些呢 难道这里发生过大面积的山洪 导致山体崩塌 把原本是村庄的地方给淹没了吗 看着这幽冥一般的青色古楼 我整个头脑都混沌了 连四周的环境都忘记了 只是呆呆地 看着眼前的情形 正在发呆呢 忽然浑身一震 我开始往上扶去 一扯旗带一样的绳子 发现原来被我死死拽住的绳子 终于断了 这时候才再次感觉到 令人窒息的水压扑面而来 再也顾不上眼前的情形了 奋力向上 挣扎着就游了上去 那是一种让人很难形容的感觉 有了福利的帮助 我上升得非常快 四周是黑暗 上方是逐渐明亮的光圈 我的大脑开始缺氧了 只感觉光圈越来越迷糊 像是游向天堂一样 淹死的人最后看到的 大概也是这种景象吧 我心说 最后的几秒 我的气已经到了极限了 脑子一下空白了 眼前一片白光 之后猛的感觉 脸一松 四周的白光收缩了 同时我听到了水声 和其他无法分辨的声音 看到了水光炼焰的湖面 我几乎就没有力气吸那第一口气 那一下呼吸 几乎是用全身的力气爆发出来的 等我终于让肺部充满空气的时候 我差点晕了过去 天哪 活了几十年 从来就没有觉得呼吸是那么舒畅的一件事情 接着我开始大口喘气 几乎是恐怖的吞咽空气 逐渐的四周的一切舒缓过来 当我完全清醒 抬手看了看表 发现从我潜水下去到我浮出水面 才过了一分多钟 我却感觉过了好几个小时一样 水里的环境和看到的情形 太让我震惊了 以至于感觉都失常了 而在平时我的憋气时间没这么短 看样子游泳池和深水湖泊 完全是两回事 我想的太天真了 胖子和法子在离我三十米处 可能是我最后冲出水面的时候 用错了力气偏离了方向了 我朝胖子游去 游回到法子边上 胖子就问我 怎么这么快就上去了 我刚想说话 忽然感觉上唇很烫 一摸呀 竟然流了鼻血了 接着耳朵和全身都开始腾起来 人开始悬晕啊 差点就从法子上脱手沉下去 恍惚之间就感觉被胖子拽住了 隐约听到他对我说 我靠 你上浮得太快了 血管爆掉了 还好啊 晕眩 稍纵即逝 很快我就缓了过来 我不是专业潜水员 看来身体的构架确实不适合这种自由的潜水 我再次趴到法子上 看着源源不断的鼻血贴着我的脸流到我的下巴 然后滴到水里 我隐隐有些担心是否自己的内脏也受了损伤了 胖子给我用他的手绢暂时堵了一下鼻孔 就问我怎么回事 怎么上来得这么急啊 我仰起头 让鼻血回流 同时把我看到的一说 胖子听得目瞪口呆 随后 他还不相信 这种事情 不是自己亲眼看到 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形呢 他说 他也要下去看一下 我把他给拦住了 告诉他 这下面绝对不止我侧的那么深啊 一个人下去太危险了 这时候又是一声水声 闷油瓶也浮了上来 大口的吸了一口气 他出现的地方 离法子只有两米多 显然比我镇定的多呀 我看了看表 比我多钱了一分钟左右 他吃力的游到法子边上 单手扶上来 胖子刚想问情况如何 闷油瓶另一只手 忽然从水里哗啦地 提上了一个东西 甩到了法子上 水花 一下溅到了我们满脸 我还没看清楚 胖子就惊叫了起来 哎我靠 这是什么鬼东西呀 大概是胖子的叫声 给了我预判了 我顿时感觉心里发毛 忙抹开脸上的水去看 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闷油瓶 可能找到了那些尸体 我已经做好了 看到一具惨白尸骨的准备 可惜我猜错了 我看到被甩到法子上了 好像是一具登山包大小的死动物 仔细一看 又发现那浮尸的四周 竟然还长着一团腐烂的发黑的触手 尘尸被水泡脏了 好像一只球一样 看样子在水里已经腐烂了很久了 看过发大水 湖里飘过的死猪死狗的人都知道 这种尸体有多恶情 我顿时感觉到一股反胃 忙翻身蹬出去远离那法子 心说闷油瓶捞这东西干什么呀 游出去一米多 我立即用湖水洗去 溅到我脸上的腐蚀水 感觉黏糊糊的 胖子已经在那里开骂了 我说小哥 我靠 你他娘子真是下得去手啊 什么恶心你捞什么呀 闷油瓶却不以为意 一下趴到法子上 手直接压在那腐蚀上 顿时湿水被挤了出来 顺着法子留到湖面上 接着他开始把那些触手 从尸体上撕下来 抛到水里 我刚开始几乎要吐了 但随即就发现不太对 因为我没有闻到强烈的腐臭味 接着看到胖子似乎发现了什么 野的招手让我过去 我再次游过去 闷油瓶甩出来的触手 还漂浮在法子四周 我忍住恶心捞起一条看了看 发现那不是什么触手 而是一种奇怪的 像水草的东西 再仔细看那黑色的沉湿 我这才知道自己看错了 那具沉湿鼓起的肚子 已经瘪了下去 这么一看就不像尸体了 反倒像是一只瘪掉的皮球 而四周的触手 都是那种奇怪的 像水草的东西 我上去帮着问油瓶 从那沉湿边上把水草除掉 终于看清了那东西 竟然是腐烂发黑的老式牛皮包 牛皮已经被水泡得全黑透了 表面都烂霉了 只剩下薄薄的一层颤底 这是以前装大行李的大包啊 里面有铁丝的架子 所以没散开 否则肯定烂霉了 胖的湿雨 这是 闷油瓶说 在我潜下去的地方 有一层篱笆 有很多沉到湖底的包和杂物 卡在篱笆上 散落了一大片 我看到 有步枪 皮包和帐篷 我只捞上一个来 我立即意识到了 这是什么 哦 这肯定是盘马说的 他们杀完人之后 和尸体一起沉到湖底的 枪和装备啊 看来我说的没错 确实这些都是被洪西朝 吸往湖底 挂在篱笆上的 闻油瓶点了点头 显然同意我的说法 胖子还是不相信 篱笆 他娘呢 这湖底 真有个村子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了 心说我骗你干什么呀 要不是亲眼见到 我也不信了 水下的古寨 看规模不小 这种一锅端 被湖泊 淹没的情形 十分的特别 一般是大型水利工程 牺牲性的蓄水造成的 比如三峡大坝蓄水 好多低水位的村子 甚至名胜古迹都被淹没了 也有地震导致的山体破坏 水库随着湖泊中的大水流入山洼 淹没村子 或者整个村子的地基 因为地震而垮塌 村子陷入地下后 又被水给淹没 但这里的地形 不像是发生过地震的样子 这个石头湖 也非常的奇怪 水底全是碎石头 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 他娘的 这村子肯定和整件事情有关系啊 当年的考古队显然来到这个湖边 是为了打捞在湖底的铁块 而这些铁块显然存在于湖底的那个古寨中 这些因素之间到底有什么渊源呢 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啊 看来水里深藏的事情 肯定超乎我的想象 胖子急着想开包 哎呀我说 先别管这些了 先看看包里是什么东西吧 但是这包很大 法子又小 我们三个人扶着不好操作 胖子弄了几下 没找到开包的诀窍 法子却感觉快翻了 我心乱如麻 没心思琢磨这些 拦住了他 哎呀我说 别急于一时 等下翻了就白搭了 我们先回岸上吧 哎 不行 咱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要是个死人 或者什么不能让阿贵看到的东西 难道你也杀人灭口吗 咱们得在这先看了 我一想也对 让他们知道太多 终归不是好事 于是让他快点 包的整个形还在 我们扯动了薄薄的烂牛皮时候 发现还有很大的韧性 当时军工产品的质量真是让人神往啊 这种包一般都是用铁皮搭扣 我们在法子上小心翼翼的把包翻了个身 找到了背面的搭扣 翻的时候 感觉里面东西软软的 好像一团棉絮 这种包本来就是放衣服或者衣料多一些 我心说不要翻出来的是床被子吧 那就搞笑了 翻开之后 看到了已经绣成铁疙瘩的两个大扣 已经开不动了 胖子拔出镰刀 直接在包上划了一道口子 露出了里面的铁丝块 我以前看过一本很老的国产警匪电影 里面也有这种包 当时是用来抛尸的 里面装的是尸块 还是有点心理阴影 胖子也很小心 用镰刀把牛皮翻开来 果然里面是一团几乎已经腐烂的棉絮 这是被水泡烂的毯子的残留 胖子用刀在里面搅动 很快 我们在棉絮的底部发现了一些东西 拨弄了一下 胖子像考古一样 把这些东西全部勾了出来 那完全是一个女人的生活用品 让我下这个结论的 自然是其中的三把梳子 男人也会带梳子 但不会带三把 而且其中一把的尺特别大 那肯定是用来梳长发的 还有两只发卡 一枚毛主席象征 还有一只木头镜筐 和一只百雀灵的雪花糕 另外还有一只茶叶罐 百雀灵雪花糕和茶叶罐都是铁皮的 绣得非常厉害 不过因为湖底的状态稳定 可以看出铁锈到了一定程度就停止了 我最感兴趣的 是那只木头相框 里面有照片 但已经完全被水给浸烂了 只剩下一团团的色条 只要把镜框后面的盖子拧开 里面的东西肯定全都烂掉了 即使不烂掉 从色条上也完全看不出拍的是什么东西 茶叶罐子 窑洞后 有声音 显然里面是密封的 胖子想打开 但是羞死了 他不信邪 用镰刀当榔头 敲击罐底 但是罚子不能承受那种敲打 他只好一边仰勇 一边把罐子放在自己胸口上敲 清脆的打鼓一样的声音在湖面上回荡 好像一只肥大的水塔 我看着好笑 但是确实管用 很快罐底就被敲破了 从里面倒出了一块黑色的东西 立即他就惊呼了一声 我一看 心就一沉呢 那竟然是一块小铁块 和我在焖油瓶床下发现的非常类似 胖子还嘟呢 哎呀 又是这种东西 看来这只皮箱 确实属于当时的考古队 盘马没骗我们 他娘的 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呀 我接过铁块仔细看了看 摇头不语 因为我发现 这铁块和焖油瓶的那一块相比 有少许的不寻常 这块铁块 比我们之前看到的小了很多 大概只有大拇指的大小 让我感觉到意外的是 这块铁相对的光滑 虽然也是秀气斑斑 但是比焖油瓶的那块又干净很多 上面的花纹还清晰可变 我曾经想过呀 焖油瓶床下的铁块 那副丑陋的样子 是不是因为有人用酸处理过 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这种铁块 原来应该是这种样子的 而不是焖油瓶那块 那样全都是看上去像癞蛤蟆一样 而且从上面非常精美的装饰花纹来看 显然属于一件非常高超的艺术品 小铁块也有不规则的断面 显然并不是整体 应该是另外一件东西的碎片 这些铁块应该来自于一件 或者几件大型的铁器 我一边踩水 一边脑子飞快地转动 感觉事情在此时 已经基本连成一线 现在问题开始清晰起来 指向了大概两点 我的推测是否正确 是否这里发生过考古队 被调包的事件 我们还得继续去寻找那些 被他们抛入湖里的设备和踪迹 我想那些尸体 很可能也会在附近 这看来并不是什么难事了 再有就是湖底古寨的事情 深山中的湖泊底部 怎么会沿着一个寨子呢 这些铁块来自于这个寨子 他们原本是什么东西 又有什么用处呢 为什么考古队会知道这件事情 要把他们打捞起来 他娘的这之后的猫腻 可能就多了 我们现在完全是无从想起呀 关于胡的事情 只能大概地向阿贵打听 不过我感觉他不会有太多的信息给我们 这两点的答案都在水底下 我叹了口气 明白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我们必须仔细地观察湖底 并且把下面能找到的东西 都捞上来查看 看样子 得在水里泡上很长时间呢 可惜呀 我们身上的草绳都已经酥了 无法再用了 我的体力也不足以再次潜水了 否则我真想立即下去再看看